I'm willing to work with the leaders of Beijing to seek a mutually beneficial wise and responsible way to move forward in the common interest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好 这是蔡英文今天呢 仿日最新的谈话 那本来的话呢 其实在紧接着访美之后呢 再来仿日 本来大家的新闻焦点呢 都是呢停留在呢 当初他跟金小刀之间呢 这个隔空啊 在那边呢 厮杀的这个画面 所以大家本来以为呢 这个仿日会不会也一样的啊 我认为其实是失焦啦 但是呢 事实上的话 大家觉得这样比较热闹 那很显然呢 国民党似乎改变战略了 所以的话呢 这个蔡英文在那边呢 就是清清楚楚的 发表了她的一些新的想法 而很特别的呢 她在仿日这个地点 同样的 讲了跟两岸有关的部分 所以我们看看呢 她讲的部分说是用 互利的民智的负责任的方式 用和平发展的共同语言 来推动两岸关系 那在昨天的话呢 她也特别提到了台日的经济 她说 这个台日签FTA非常重要 希望呢 如果明年之中的话呢 跟日本加强合作 不知一点的话呢 前段时间啊 这个台湾跟日本签下 这个投资贸易协定 就是FTA的前身的时候呢 这个民进党 还把他们痛骂了一顿 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什么之类的 那但是显然呢 看起来是还蛮了不起的 所以她也还觉得说呢 FTA可以继续推下去 好但除了台日之间的问题之外 关键点在于说呢 诶 为什么蔡英文到日本去 也还是不忘了提两岸关系呢 而这个两岸关系的话 在访美的时候呢 一样的蔡英文提了喔 她呢 讲到特别的是一个 讲到说呢 未来 在台湾跟中国的关系当中呢 任何关系都是开放的 记者追问说 是否包括统一 蔡英文说 我说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就是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好所以呢 那两次的访问都丢出非常重要的 这个两岸的 坦白讲 不但是很中间靠拢 而且很大开大合喔 要见面了吗 沈老大你的分析 是这样喔 台湾的领导人从以前到现在 愿意不愿意 或是可以不可以 跟对岸领导人见面 分成三类啊 那第一类喔 就是老蒋跟他小孩 跟蒋经国 这不可以见面的 汉贼不两立 这个匪不跟贼见面 那第二种是像现在国民党的领导 像马英九 其实他想不想见面 他是想见面的 他不能见面 为什么 因为他是外甥人 因为他是国民党 他讲说我想见面 就是卖胎了 所以喔 这个民进党的领导人 有这个优势 他讲要见面 没有人会怀疑他会卖胎 但是呢 我同意他想见面 那我请问大家 老共的领导人 想不想跟蔡英文 或是民进党领导人 或未来民进党的总统见面 当然想 如果这个真的是见面了 两个人可以一起攜手 卖相和平 不是到挪威去领 诺贝尔和平奖 下一步就得奖了 这是可以得诺贝尔和平奖 但是会不会见面 这个中间有一个路章 这个路章是什么 就是夏英文讲的台湾共识 那那个时候我在美国 我听到大家在谈论台湾共识 都谈不出一个要点 台湾有没有共识 当然有 你晓得台湾共识是什么 就是我们是一个国家 好 那我们要尊严 我们都希望有更大的国际空间 我们要经济繁荣 如果必要的话 希望对岸尽量帮忙 这个是不是台湾共识 我们要和平 我们不要打仗 是台湾共识 但是蔡英文都没有讲说 其实他的台湾共识 只有一小块 是绝对不会有共识的 就是如何定位我们自己 然后能够让老共吞得下去 来做我们打交道的那个定位 最近没有共识 那蔡英文现在去跟日本 带日本 像日本的呼嚨 日本人不会晓得这些细节 就少的那一块 你如何定位你自己 来跟老共打交道 蔡英文你到目前为止 你的定位 你对台湾的定位 老共不甩你的 所以柳老师你觉得呢 就是说 当然我觉得这个对话 这个字用得非常的抽象 就是用共同的语言来推动 所以他这个代表是对话 他也可以隔通隔空对话 那也可以见面 那见面的话可以说是我去 也可以说是你来 像慈离扁以前就常说 哎我邀请江泽民来大胆岛喝茶 对吧他邀请你来 那以前李登辉打算在第三地 所以那时候我们不是张荣发 曾经在海峡中线那个地方 光晴应该也还记得吗 建议 建议 所以搞了一艘船 然后让江泽民跟李登辉 两个人同时登船 那有点就好了 这就是这个意思嘛 这是第三地 那当初李光业也有 曾经建议说在新加坡过了 所以你觉得 蔡英文这个话 到底到什么程度 只是一个隔空对话 释出善意 然后呢争取中间选民 还是说真的要见面了 然后如果见面的话 我坦白讲 如果他要去访中国大陆 那跟他前段时间 骂金普聪说 马英九可能要去访问中国大陆 这有什么不一样 这当然不一样了 这个因为就像 只是因为他是民进党 所以就是不一样 民进党 他有这个特权 他不会卖台的特权 所以他可以这样讲 很可惜 要不是有苏家权这个案子 他在日本这个说法 会成为很重要的一个 他政见上的一个突破 也就是他从早期耶克法辩论 到今天他愿意跟两岸的 对岸的领导人见面 甚至于有人建议 你觉得他第一次就是见面了吗 甚至于有人建议 他干脆就来选前 因为做总统以后 如果选完以后 他机会不大 就去大陆走一圈 不一定的要见领导人 表示他愿意用理性和平的方式 来未来推动两岸的关系 有人建议这样子选前 只是大陆方面 当然现在不愿意给他加分嘛 如果大陆愿意跟他加分的话 他干脆就安排 这个相对于 不见得是胡先 可能相对于 因为他是在野党的领袖嘛 那也有相当相对的 相对的这个有人选 来见面 这个给他 可是我相信现在不会 可是如果像有一年 大陆天灾在四川 那用贪灾的名义去 我想这个也没有人会去反对 他这个不但顾及到人 而且还可以突破 这个一般人对 尤其中间选民对民意呢 说你上台以后 会不会改变现在的 两岸的经济和平的互动 这种疑虑减少的越多 对他选举越有力 所以我觉得他这次是一个很智慧 很正确的做法 只可惜 因为这个时候被苏家全的案子 对 刚才全老大的意思是说 他觉得老共那边会不会 愿意跟他见面是个问号 但是姚老师 你觉得是说选前可能不会 那选后呢 选后 选后 他说蔡英文跟陈炳炎不一样 也因此他愿意重新的去看待民进党 也觉得说应该要跟蔡英党打交道 我认为 对 这个是 中国是非常务实的 在这一方面 那他选后如果蔡英文做上大位 他选前一定讲说 任何接触都是九二共识为前提 选后我觉得九二共识本身 就会是一个谈判的一个对象 所以我不觉得中共会完全排除 跟民进党接触 除非他不要解决台湾问题 这是一个 我觉得蔡英文这一点 其实提的很好 中共应该挺得进去的 也就是你迟早要跟我打交道 不管今天 而且你要有心理预备 台湾永远会政党轮替 这些概念都是正确的 中共要听进去 只是他当然希望 不是你当选 他好做一点 那这个角度上来看 蔡英文今天突破了更多 我愿意跟你积极的来谈 那这个我觉得 对蔡英文 对两岸来讲 都是好事 老大你怎么看 要积极谈 怎么积极谈话 你不承认你中 两个中他怎么跟你谈 大陆怎么跟你谈 心里想跟你谈 表面上也不能跟你谈 你说蔡英文选前去 去的话 派一个什么 胡锦省长还是什么 跟你蔡英文 你愿意不愿意 你蔡英文也不愿意 因为蔡英文他很简单 他就讲说 我不承认九二共识 但是我要 ECFA 我 对 继续ECFA 那时候你蔡英文讲 两岸现在早就在沟通了 早就在 是你蔡英文上来 会不会延迟持反的问题 现在问题是在这里 蔡英文上来 要不延期前朝 马英文的政策 因为你们政委 马英文就太快了 你如何使他慢下来 蔡英文是 不给他慢下来 不给他慢下来 就上来 那一选国民党就好了 我就不刺激中共就好了 不加没准备喊台独 还不继续来往 也有很多人在问说 那如果说蔡英文的政策 是延续前朝 而且也不反对ECFA 那就干嘛选民进党 那选国民党就好了 他永远 就是沈大老讲的 永远这一块 就是 一个就是有个一中五点 一个是没有啊 就是很简单啊 一个是不同政府 一个是不同国家嘛 我蔡英文跟你 你大陆是一边一国嘛 我是一国 你是一国嘛 那我 马英就是互不统认 互不够认主权嘛 两个政府嘛 就这样而已嘛 只有这个不同而已 其他有什么不同 但是 但是这个不同就差很多了 差到就是说 我大陆如果跟蔡英文 你就用一边一国来跟我谈 我大陆还能跟你谈啊 我想死了 我也不敢跟你谈 我跟你谈 我自己要垮台了 嗯 OK 那光请你观察呢 你就是说 到底 中国大陆摆脱了 陈水扁那个时候的梦魅了没 就是说 他们会相信 目前蔡英文向中间靠拢 是真的向中间靠拢吗 包括我觉得 我觉得台湾选民也是啦 我只是比较以后 就老是要从访 就是出国访问的时候 才听到这个比较重要的谈话 这跟马英九接受 国外媒体访问也一样了 我觉得这点 其实朝野都应该改一改 但重点在于说呢 国内的选民听到他讲这个话 就到底可不可以相信 该不该相信 因为陈水扁过去 要选举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2000年 他也要喊 什么第三条路啦 中间路线啦 还去英国找祭登斯啦 回来 哇这个轰轰动动的不得了 问题选后坦白讲 我了解的是一度 他是真的想走中间路线 在后来独派的 基本教育派的步步进逼嘛 所以逼到他到处跟他讲说 连李登会都没有办法独立了 我说了千百遍就是没有办法独立 所以你看得出来他的压力有多大 而且他过程当中还试图一度的 用正名运动 来回应这些人给他的压力 所以蔡英文会不会也这个样子呢 其实陈水扁他很跳跃 四不一没有到他的末期是 是要义友 他整个颠倒过来 那刚上任2000年之初 他是统和论 后来整个又很跳动 那中共那方面 我认为他们永远会把蔡英文 或是任何一个 N个蔡英文或N个县堂 N个苏贞昌 不管他们推出什么 他都会等于陈水扁 他们认为说他选前提的是选举语言 或是政治语言 那不信任感是非常高的 那至于见面 我觉得蔡英文会很想 因为他如果一踢管的话 他的台湾英雄的那个 那个就是符合选民需要 或未来支持者需要的 那个强度就更强 但是中共高层不太可能会见他 因为中共高层也要负担风险 我好不容易以台字台 或者说我对台政策推广 然后现在他们认为说 先进后证这套体系是可以的 结果你来了 对我一下踢管 或者说你采取成局模式 他们就受不了 成局模式是什么 在当着他们 直接中华民国论了 他直接至少中华民国论 喊出来 所以那个风险性非常高 他们要负责任的 那第三个 蔡英文他就喊一个 空洞的台湾共识 这是口号 你知道台湾共识是什么吗 大家各自解读 那你连九二共识 他跟国民党区隔在这里 他不接受九二共识 那这很好玩 台湾共识是一个口号 没有实质也推动不了 那国民党是 你看最近 马英九在那个电台广播 我觉得他如果过去来看的话 参加演讲比赛 他应该朗读比赛都第一 他上电台广播啊 他的那个 他那个真的 他用一个非常轻柔的语调 好像跟你在路边谈话 那个 没听到 他在那个 那个 非常有风格的那个电台 你三不五十 你开车就听到 他跟你好像聊天那样子 他说我们不管这名称 许首 小卢斯福的新政 对 他很像路边谈话 对 他很像路边谈话那个 他跟你讲说 我们不要在这个 口号上名称上增值 但事实上九二共识 是目前中共那一方 是可以接受 而且有一个平台了嘛 所以你说蔡英文 他其实 距离还是很远的 你说要中共接受 他跟他有一个 那个接见的平台 我觉得这个 可能性不高 那最后一个就是说 我觉得蔡英文他走的是 跟国民党差不多的 不独不同不武啊 为什么把不独放在前面 是因为马英九去跟人家 联合报抗议抗议的 没道理 不同不武 你跟人家 秩序颠调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两边都一样嘛 对不对 那国庆日可以做个指标 因为他出不出席是不是 One China One Taiwan 那这是他美国 有人 台销局标语 那现在就是说 蔡英文他是 不接受刘老大讲的 他至少一边一国 他一国他现在保留说 他也不承认那个中字 他们很敏感 那事实上 那你台湾 你又没有台湾共和国 那你成不认证中华民国 我觉得国庆就变个指标 你就必须要进牢笼 为什么 因为你是选择中华民国总统嘛 所以大家在王庆平 给他下最后通牒嘛 那看他怎么表态 这比较实质 好 所以韵鹏你怎么看 就说他会不会还是依然的 有着老百姓看待他 有阿扁的包袱在他身上 就会怀疑他的中间 是不是真的中间 那他需不需要借由 出席今年的就是下个礼拜一的国庆 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坚定 对 我觉得蓝轩你抓到重点啊 就是说刚才沈大佬认为说 这是跟三种领袖的 不同的两岸的可能嘛 我认为其实是跟阿扁比较嘛 对 但也不是跟马英九比较 就是说阿扁在后期的时候 你从一开始要走中间 走一些开放性的可能 到后来其实是急焉立舍 但是两岸的状况 又不是像李登辉后期 有钱倒户啊 有那种大家麻烦麻烦 就是那种状况会让国际上 甚至台湾里面 会比较觉得厌恶 所以民进党才输掉了 所以不见得中共对岸 讨厌阿扁这个 阿扁其实造成了国民党上台 他还希望热见的结果 那相较于阿扁的后期 我认为蔡英文在日本的讲话 至少对于全世界的民主国家 都可以接受了 他其实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我的台湾共识 或者说跟对岸的谈判 不是像国民党一样 我要有民主程序 但是我不跟你讲结论 我们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民主程序嘛 第二个是用和平发展的共同语言 这两个条件 我认为去日本讲 去美国讲大家都可以接受 台湾也可以接受 这态度上跟阿扁的后期 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的表现比在美国好 我认为在日本的收获也比较多 至少现在执政的民主党 跟民进党比较好 对 但是他会问说 他选后不一样碰到了一些 同样的民进党内的独派的压力 我认为选 反正现在独派没有压力 选举过了就过了 选后就不见得了 你看阿扁其实2000年一上任的时候 独派压力又很大 其实也没有很大 为什么后面阿扁会转变 独派压力会大 其实阿扁身旺往下掉的时候 需要独派极端的支持 才会搞成这样 但是这种可能性随时会发生啊 我认为应该是比较接近姚老师的状况 如果蔡英文一旦执政 其实那个胡萝卜跟鞭子 我们拿鞭子嘛 我执政我最大啊 我要的条件 对不对 那你对岸就只能考虑 不管他考虑是三个月还是三年 不知道 但是到见面这一点 我就认为说不是那么容易 不要说对岸能不能接受 你看马总统好了 他们两岸是有 他们两党是有和平发展的共同语言 就是那关键字 就是一中各表嘛 一个中国各自表 就算你有共同语言也没法见面 对岸还有鹰派的压力 我们还有中华民国的尊严 这在民进党是一模一样的 并不会因为谁执政就不一样 所以要见面真的不是这两个条 民主程序跟共同语言就可以决定了 但是你不这样讲 我觉得台湾跟国际社会 对民进党的疑虑是比较大的 嗯好所以呢 蔡英文这个想法有多坚定 他往中间走的这个意志有多强 会使大家观察点 一个可以是国庆的这个典礼 一个呢可以是苏家全的方式 他怎么处理 谢谢再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